所以他在這次的主題其實很特別 治荒誕人生然後分成兩個不同的主題 邀請兩個新生代的編舞家 那其實是反映我們現在年輕這一代 對於生活裡面碰到的一些狀況、狀態 然後透過舞蹈的方式來跟大家討論 來跟大家呈現這樣子的一個意象 那所以非常歡迎我們的觀眾朋友們 在五月十六號、十七號 大家可以到我們的台南市文化中心原生劇場 來欣賞我們稻草的劇場 為這次的一個精采的演出 謝謝